居住在花蓮卓西乡栗善村陶塞部落的赛德克族人 虽然是南投赛德克多打群的分支 但经过长期迁徙以及受周遭环境影响 目前已发展出自己惯用的族语 以和南投主居地的多打语有相当大的差异 不过现阶段陶塞部落族人学族语 能被归类在多打语群 非常不利陶塞部落的语言传承 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到底要学哪一种语言 因为他们说多打 他们没有办法学 所以他们都会打电话到教会 说我们想要学习这个自己的语言 不是山里 也是道塞部落 目前出现的教材跟读本全部都是多打音 所以他们的学生 他们就会感觉到说 难道我要去学南投的多打的音吗 他们好像有点抗拒 会有抗拒 因为不是他们从小学的音 为了解决陶塞部落族人 目前面临语言学习及发展的窘境 塞德克语言文化学会 17号召开110年度共识会议当中 初步决议要将塞德克族 现有德鲁古 多打以及德戴亚三大语群 再分出一个陶塞部落的多打语 成为第四个语群 现在变成说部落他们的共识很高 然后在我们文化学会里头 塞德克的各组代表里面来讨论 变成说南投的多打也不能反对 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个共识就是今天的会议 那我们就要往上承报 我们具有共识 有不同的一个发音跟书写 这就是今天的会议的一个结论是这样 在取得大家的共识后 塞德克语言文化学会 除了要向园民会教育部进行承报程序外 未来也将陆续编定 都打语各类教材 又让居住在花莲淘塞部落的族人 都能用自己都打语的教材 学习自己的族语 原是新闻No 南投浦底 超榜报道